美国航空公司股价周四上涨,受到对第二次救助希望的提振。此前,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经济刺激计划,其中包括延长对这个行业的救助。 白宫和众议院民主党人就新冠病毒救援的谈判,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费用的问题而陷入僵局。民主党希望获得2.2万亿美元,而白宫则坚持在1.5万亿美元。 美国航空、联合航空、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的股价,在盘前交易中上涨1.3%至2.8%。 作为三月份援助法案中第一笔250亿美元赠款的交换条件,航空公司在9月30日之前不得裁员或者降低员工的工资率。 但这一期限已经到来,美国航空公司一直在请求再提供250亿美元的支持,将工作岗位的保护期再延长6个月。 这一期限的到来,促使美国两大航空公司、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宣布,他们将开始让3万2千多名员工休假。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备忘录,这两家航空公司都表示,如果华盛顿方面延长了援助,他们将取消强制休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